本地遊旅行團在暫停4個月後終於可以重啟 在新規定下每團的人數上限30人 旅行社員工需打齊三針疫苗 出團當日如果所有遊客的快速測試都是呈陰性 人數就可以增加到100人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 歡迎政府解禁本地遊 認為新增的防疫規定是有必要 不會對市民造成不變 我們可能在旅遊生態之下 即使我們將來出國出門 我想核酸檢測和快測都是避無可避 本地遊其中的作用是為將來恢復旅遊業做好準備 我相信這些工序大部分人都可以自己做到快速測試 而且快速測試的物資很足夠 也有些價錢很便宜 我相信其實是處理到的 甚至旅行社也可以從吸客的角度來講 主動提供快速測試也是可行的 他又說旅行社辦本地遊其實賺得不多 但至少可以令到從業員有公開 為日後旅遊業復甦做定熱身 本地遊是一個很微利的項目 這個最大的作用是為我們的從業員 巴士司機和導遊提供就業機會 參加本地遊不少是社區團體 例如街坊會甚至學校等等 所以其實都是有一個需求 一天團有些可能是圍港遊 有些圍港野遊 有些可能是去新界 有些可能都會去一些主題公園 其實業界都陸續在嘗試 一些為將來我們重啟旅遊做好準備 例如我們去一些文化體驗 或者有些可能是美食的體驗 包羅萬遊 至於本港何時才能夠復辦郵輪公海遊 翠定幫就相信 短期之內都難以誠致 我相信在未來幾個月甚至半年 你說在香港搞郵輪公海遊 應該有很大的困難 第一 郵輪碼頭現在都被徵用了 去做一些社區隔離設施 去照顧一些長者 似乎我們仍然需要保留一些 應付疫情的設施 再加上主力效力香港的兩手郵輪 兩間船公司都有不同的情況 有一間就清盤 有一間就將它現有的郵輪 調配了回新加坡 以我所知 它在新加坡很受歡迎 應該沒有這麼快可以回香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